Scanner的版本基本上一样 我们是 import一个Scanner 它一定是Utile 这个Utile应该是Utility吧 工具的一个套件吧 这里面有讲 它这个Utile包含就是什么 包含就是有这些 Connection跟日期 常常用到 像Utile里面有个Date 你从Date这个类别里面 就可以取得时间跟日期 然后你还可以切出 年月日十分秒 有没有这些都有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很多 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看一下里面 其中有个Scanner 然后我们把这个Scanner 叫进来之后 然后再撰写这个程式 那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偷懒 有没有发现 这边不是产生这两行 其实这两行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把它Ctrl-C Ctrl-V贴到这边 中间再补一行 就好了 有没有很快吧 就有个输入的东西了 就是从哪里 Import完之后 你就这边有两行 之后中间再补一行 不就好了 这样最快 而且一定不会错 OK 所以从官方的来的 然后我只有中间补一个 就是请输入一个整数 OK 然后它就输入一个整数之后 它接收到放I 然后我就把Switch里面的I判断一下 如果是一 这个多一个判断 这个不用判断 如果箭值是1的话 那就跑 跑跑这 这个应该是1号是12块吧 这跑掉了 刚刚打程式的时候 这边如果是1号 1号车站是12块 2号的话是24块 OK 那这个地方应该没问题 这个前面 记得是break 一定要break 如果你没有break 它就继续判断 这个是第一个版本 就是用Switch部分 所以你这边的class名称 我是用Switchcase的scanner OK 那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再把这个按右键 复制一下 它的这个class 然后把它贴上 改一个名称吧 我叫做J Option Pen 或者你打不出那个全称 你干脆用简写好了 叫什么JOP好了 反正简称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贴上之后 修改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 基本上呢 我大概 其实就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输入的东西 直接放在这里面 然后你想说 老师那放这OK吗 其实OK啦 如果说你觉得 放这里感觉不太OK的话 你可不可以把它搬出来 也可以搬出来 比如说你可以怎么样 前面用一个i来接 i等于一个输入完之后的 这边记得一个分号 输入完 它输入完之后 丢过来 因为它输入完之后 是一个字串 那必须转型 成为一个integer 但是前面接的这个什么呢 它里面没有宣告 所以你必须把它宣告int 有没有 它就接到了 所以int它宣告之后 这边接到就丢给它 它再怎么样 丢到这里面来 一样嘛 那你想说老师 那可不可以直接干脆 把这个丢进哪里呢 丢到这里面来 不要个i 可以啦 看你怎么写啦 哪一个比较简洁 你就喜欢哪一个 当然我的习惯是越简洁越好 因为你还要再多宣告一个变数 感觉好像要多一行 除非什么时候要宣告 就是这个i会有很多地方会用到 如果它只用一次 那你何必还要再一直宣告呢 这简就是没有意义啦 所以一般那个像物件 没有也是一样 如果那个物件只用一次的话 另外有一种叫做匿名物件 所谓的匿名物件就是 它不用宣告 就用一次 那你何必要宣告那么麻烦 而且它写那么多行 就是直接new它就好了 不用给一个名称 那我们后面应该会讲到 所谓的匿名物件的 这种写法 那两种方法都可以啦 这两个 一个是直接放这里 一个是先丢给i 然后i再丢过来 实际上我们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底下一样 show match dialogue 那传的总共有四个 多一个那个match type 然后多一个什么title 这个里面都有 就是一个 它的parent的componer 没有就no 然后match就中间这个 title就这个 match type就用 里面有相关的参数可以查 ok然后 其实这上面 为什么填这些东西啦 其实我都不是用猜的 反正它叫我填什么 我就填什么啦 你不能说我今天高兴 我一个空下来可不可以 一个空下来都不行 反正参数只要对 就可以work了 那这些规则 其实无论你今天是用 那个最要宣片也好 或者你用别的啦 你网路上找到的 那个jar档 其实它的规则也都一样 它要什么 你给什么就对了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来执行 假如说呢 它跳出来是1 那就应该什么 1号站然后一样的方法 我们再执行 如果是2的话 ok那反之的话当然 其他如果输入3 它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输入错误 ok没有东西 好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 这个switch 把它改写 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switch 我可不可以用成那个 if 我刚刚讲的 所以等一下 也许如果可以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我今天希望把 这个switch这个部分 用其他的方法 用那个if的方式来撰写 该怎么做 那基本上当然逻辑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差别就是 这边把它注解掉 switch 一直到这个范围 先把它注解掉 也许一般 我会放在这边做参考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if 因为有三重嘛 所以小刮糊 后面呢 小刮糊里面是判断的逻辑 大刮糊切开来 第二重是else 空一格加一个if 一样呢 如果有一个if就一个小刮糊 然后一样是大刮糊切开来 那第三重是什么 反之else 一样大刮糊 enter切开来 ok 那中间的话你就慢慢填了 反正将来我会先把我的逻辑 先打完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把什么呢 把i放进来 ok 应该是control镜按住 这边把i放在这里面来 然后判断它是什么 是不是1 如果它等于1的话 等于记得是一个 两个等于1 那就是跑什么 跑这一行嘛 所以你就把这一行的拉过来 control镜按住 如果是它等于2的话 第二种可能性 它输入的是2 那你就把这一行 第二个叙述 拉到这边来 如果反之的话呢 你就把这一行 拉到这边来 程式写完了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可以应该懂了 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上面跟下面都一样 所以基本上 以后我 其实我习惯 我会写下面这种 但是因为它有switch 也要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懂那个意思 然后执行一下 如果输入的是1 它应该会跑哪一个 1等于吧 ok 然后就应该会跑1号车站 那如果输入的是2 基本上应该结果也是 2号 那反之的 它应该会跑跑这个 L10 ok 那其实看起来 其实以行数来算 应该一幅会少一点点 那你想说 那两个都一样 那干嘛要学两个 学一个就好了吗 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switch case 执行的效能会比一幅来得快 快一些 快多少呢 如果像一般处理 大概快个百万分之一秒 那其实这个有什么差吗 除非说你是执行 瞬间执行 可能像那个淘宝网 起亿笔资料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switch case 不然的话速度一定会比较慢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一般性的 像台湾那种中小企业的资料量 其实我是觉得没什么差 也就是我觉得你学下面这个 会比学上面这个来的重要 ok 所以试试看 我刚刚这个部分 等于是直接改写 动作很简单 就是大概就是几个步骤 马上就可以改写 所以你手边有的switch case 应该也可以类似用同样的方式 马上就可以改出来了 ok 那试试看好了 画面 我最后会把这一段一样再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ok